因为你选的歌是 吃吃的的 好 请上台 当我寂寞时 只有你陪在我的身边 和往常一样 你都会陪我到天亮 当我心情不好 你会把手放在我的肩膀 让我别去想 凡事不能勉强 你总是给我希望 和温暖的阳光 我却爱不透地珍惜 还想理性 我怎么会是 那么无净 那么自私的人 还让你 爱我爱的那么深 现在才知道 这一切都已经太晚 再也看不到 你那可爱的笑 都是我不好 我的心里 无法原谅我那么愚蠢 想见你一遍 我只能痴迟的天 我只能痴迟的天 所以我再长得了 我猜中 让你情嫌 请 floating 打扶 我爱你 你好 glac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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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爱你 其實我當時叫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每天都在駐唱 然後那個時候在我駐唱的某家店 認識這個女生 然後後來就跟她在一起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剛離婚 對 然後是有兩個小孩子的 對 然後那個時候跟她在一起 其實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是 譬如說前夫會一直在我們的生活中 一直打擾她 然後可能會在我 然後很常在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她接到一通電話 結果淚流滿面 會一直哭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當時年紀很輕 你在十八九歲啊 對 在十八九歲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 她比我大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然後到最後 終於還是 最後我都有提分手 然後我還記得那天是中秋節 然後跟她講說我們要分手 然後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從她家裡拿走 可是跟她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有送她一條項鍊 就是她生日的時候我送的 然後她聽到這句話 她個性也很僵 她就直接把我送給她的項鍊 然後就直接扯下來 然後就直接丟在我面前 說叫我拿回去 對 可是她那個時候脖子上面還有血 就是因為她是很用力的扯 其實後來我發現 是我自己錯怪她 然後我試圖想要挽回 我們分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其實我一直試圖想要 就是把她拉回來 可是可能因為我給她的傷害太深了 所以她有好一段時間是一直都躲著我 那我只能在她工作的地方 她後來在大賣場上班 那我只能在我趕場的中間有空檔 我就會到那個大賣場 然後看她上班 然後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好不容易 她比較釋懷的 然後就挑了一天跟她越吃飯 就約在我駐唱上班的地方 那一天是11月18號 我希望在那一天可以挽回她 可是她那個時間 因為她重感冒 就是人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說 那過一段時間再給你答覆 所以我就帶著這個心情 我覺得應該會再在一次 然後我就帶著這個心情 就沒多想 然後這段時間還是有跟她通電話 然後她忙我也很忙 我就是知道她重感冒一直都沒有好 然後一直到12月中年底的時候 聖誕節前 然後我才聽朋友說她過世 因為我只認識她 我也不認識她的家人 包括她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就是走了之後放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其實 這大概是五年前的事情 然後我這幾年一直在找 就是她在哪裡 對 然後後來在今年的春節的時候 就過年的時候 因為有在我的Facebook 然後她的妹妹有嫁我 然後我第一 我只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問她說 你姐姐在哪裡 對 然後她就說 隔天是大年初四 我們要去拜姐姐 對 我說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去 然後我跟她一起去的時候 然後櫃子打開的時候 我就一直哭 對 因為她 我會在上面會貼照片 可是那張已經黃掉了 就是已經斑駁 已經過了四五年的時間斑駁 然後我當下只是覺得說 很久沒看到你 可是你怎麼變那麼老 然後我連你走我都 不知道 是初戀嗎 是初戀的 雖然是我 長這麼大 最認真的一次 對啊 那小孩現在還好吧 不知道 可是起碼 你現在可以去看她 對不對 對啊 有很多的 就是前段時間我 我遇到一個女生 跟她很像 就連冬天的時候 準備一條圍巾要給我 是 然後那條圍巾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前一陣子 當時的女朋友 拿出來給我的時候 我下了一大跳 我說你相不相信 我有一條 一模一樣的舞技 就是我五年前的女朋友 來給我 所以那感覺很可怕吧 就是 你是因為要找一個 替補她的人嗎 不是 只是 讓我覺得很巧合 就是遇到那個時間點 就是 我跟之前那個女朋友在一起的時間 正好是她走的時間 然後我跟五年前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時間 是我前一段感情的女朋友的生日 OK 對 所以 所以你覺得有連接是不是 對 我覺得 對我來講 當時那個感情 是我錯怪她 可是 我來不及 來不及挽回 是 那 前一段感情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對 我還在等 還在等 謝謝